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 在这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9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条新闻啊 苦苦支撑的碧桂园啊 这个爆雷也是处在什么 薛定谔的猫的一个状态 你说他爆了吧 他说他没爆 你说没爆吧 他现在好像好不了 今天啊,又传出消息啊 叫汇港通讯啊 这个媒体报道 据报碧桂园再次未能如期 偿还境外债利息 叫内地澎湃新闻报道 有投资者表示 任未收到碧桂园 一笔于2024年1月27日到期的境外债券 原定于9月27日需要缴付的利息 该笔债券目前余额为9.65亿美元 到期应付利息约3860万美元 这个也是设有30天的宽限期的 这个利息啊 一共大概2.8亿人民币 我估算一下啊 到期碧桂园又付不了 已经过了十来天了 30天的宽限期 第一笔到期也是付不了 然后过了30天啊 最后一天给他付上了 第二笔现在又是这样 别的咱们不敢说 至少说明碧桂园这个先进流啊 非常紧张 到最后一刻再把钱凑齐给交了 那这一次30天够不够呢 能不能还像上一次那样把钱给交上 我们只能怀疑啊 勒在碧桂园脖子上的绳子越来越紧 碧桂园喘气的越来越难 核心原因就是韭菜不买房 他那个销售回款呢 没有办法正常 房子卖不掉 但是同时啊 碧桂园也传出了啊 要境外债重组 还是澎湃新闻呢 报道说 碧桂园的境内债务处理告一段落 接下来将着手处理境外债务 据悉 碧桂园已经委托中金公司作为财务顾问 协助处理境外债务重组事宜 截至目前 碧桂园未对境外债券处理 做事任何公开回应 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 2023年和2024年 碧桂园到期的境外债券 共7支 余额包括30亿港元 29.7亿泰铢和15.5亿美元 这加到一起 大概200亿人民币吧 他连利息都付不上 那时候 今年到期明年到期 他拿什么钱付 这么一大笔钱 谁给他垫上 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 说他碧桂园的境内债务处理 告一段落 我不知道他境内债怎么处理的 是拖着不给还是涨期 但是境外债啊 已经请了中金公司作为财务顾问 美元债要充足 就是境外债 这个从侧面就说明碧桂园爆雷了 境外债充足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付不起了 跟债权人重新谈 这就是爆雷啊 对吧 境外债充足 咱们以前讲过了就三种方式 一个就是债转股 一个就是债延期打折 第三种就是债转股 加上债延期打折 混合三种思路 哪种思路都说明碧桂园爆雷了 境外债到期兑付不了嘛 重组 碧桂园现在唯一的好处 就是他的债权人还没有动 没有跑到香港法院去申请破产 这是债权人的权利啊 债权人可不归你管呢 对吧 你欠我钱你不给不给我就申请破产 你要管那你把钱还了我就不申请 对吧 到目前为止碧桂园还没有人去提破产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代表后面没有啊 我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 碧桂园的债权人恐怕就坐不住了 也跑到香港去 跟恒大的债权人 跟融穿的债权人一样申请破产 因为你只要债务充足 你就会设计很多人利益 有的人他就不同意 你先给了 你不给我就申请破产 这中间很复杂 你在香港申请破产 对吧 你一遍也要搞债务充足 所以呢 你必须要到美国去申请破产 那你这个碧桂园 是不是又是专一财产 是不是要让美国人干涉中国的司法 是不是要把中国变成美国人的殖民地 哎 这不是那个台湾那个黄什么那个 上次介绍的名字忘了 就是那人写了好长一篇文章吗 说恒大呀 到美国申请破产 是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太吓人了 这大帽子戴的 好在今天啊 有专家出来说话了 这个第一财经啊 10月9号刊登那篇文章 我觉得这个文章很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虽然我以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这个观点啊 但是今天是有专家出来说 对吧 法律专家说 就性质是不一样的 他的标题叫 房企在美申请破产保护 对境内债权人有何影响 因为按照这个咱们国内自媒体 很多这个说法 恒大融创到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是为了保护这个许老板的债权 是为了转移财产 很多这个自媒体啊 还有很多伪专家都出来这个说法 摇头换脑袋啊 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人家是怎么说的 国庆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中国恒大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 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 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公司股票停牌 而在一个多月前 恒大刚刚在美申请了所谓的破产保护 这无疑让恒大的境内债权人和购房人都更加忧心 同时也有市场人士针对房企在美元债重组过程中 申请破产保护 提出可能会泄露我国经济数据 境外投资人将优先于境内投资人得到赔偿的质疑 还有一个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的质疑 这个也得加上 恒大为何在美申请破产保护 到底是保护谁的权益 对境内债权人有何影响 这又是否会让保交楼难以推进呢 破产保护实质是申请认可程序 这个咱们以前都说过了 就是让美国法院替这个债务重整背书 当恒大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传回时 恒大破产清算的消息迅速发酵 8月18日该公司董事会主席许家印 签发的澄清公告称 正在按照计划推进境外债务重组 由于本集团的美元债券受纽约法管辖 本公司根据美国法典第15章 向美国法院申请承认香港和英属威尔金群岛 法律体系下的境外债务重组协议安排 习正常推进境外重组程序的一部分 公告称不涉及破产申请 不过对此有不少市场人士表达担忧 比如有观点认为 破产保护的意思是保护股东的个人资产 而不是保护债券人和烂尾楼业主 如果在美申请破产保护成功 恒大在海外的资产将启动破产流程 海外的资本将向担保人要钱 也就是中国的银行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 许家印及其亲属在海外的个人资产 将在申请破产保护后得到保护 但债权人和烂尾楼业主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但实质上申请破产保护是申请认可程序 并非就是启动破产流程 申请认可程序与破产清算申请 曾在实质区别 京城通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光祥 表示恒大集团等企业 向纽约法院提起认可 其在中国香港开曼法院进行的 重组协议安排程序的申请 是推进境外债务重组的既定安排 属于境外债务重组惯例 其实质是寻求美国法院 对美元债务重组协议安排程序的认可 和效率上的保护 确保其在美国境外进行债务重组日 不会在美国被债权人起诉 或被申请执行在美资产 你看看 这不就是让美国法院背书吗 就是他在香港 在开曼的破产清算 或者是债务重整这个程序 香港法院认可 但如果美国法院不认可的话 那美国的债务人还可以在美国起诉 这回在美国纽约法院认可了 你就不能在美国起诉 就是一个背书啊 对吧 咱们节目里面反复强调 我对美国的破产法搞不懂啊 不清楚 国内的还知道 但是我判断也就这么回事啊 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的 有的人是故意睁着眼睛说瞎话 就是带节奏 带到这个中美对抗 这样流量多 带到许家印 转移资产 逃避义务 这样流量就多 刘光祥解释称 申请认可程序的目的 在于争取美国法院认可 重组协议在美国的可执行性 防范个别债务人 利用美国法规避 规避重组协议所约定的义务 通过在美国提起个别诉讼 以牺牲全体债务人利益 为代价寻求个体利益 该程序有利于确保 前期已达成的重组安排 顺利推进 保障企业正常盛产经营 而非影像破产清算 何为申请认可程序 除恒大外 此前包括家兆业 当代制业 荣盛发展等多家企业 均在美元债重组过程中 在美申请认可程序 这个不行啊 其他的企业申请破产保护 那是正常的 但是到了恒大 到了许家印 那就是叫转移财产 保护许家印个人的利益 那就是把中国引入殖民地 让美国法律干涉中国的司法 你看看 到了家兆业 单代制业 荣誓发展 人家都已经弄完了 他们不是不构成什么干涉中国司法 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所以有很多人啊 就被这些自媒体 被这些假专家伪专家带节奏 据业内人士介绍 这些企业大多在开曼群岛或维尔金群岛注册 在中国香港发行美元债券 按照美元债券发行惯例 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发生纠纷时 适用美国法律或英国法律 随着债务风险逐步暴露 这些企业在境外启动债务重组程序 通常在中国香港 开曼群岛维尔金群岛法院 或完成债务重组协议安排程序后 适用美国法律的需要向纽约法院申请认可 申请认可程序的目的是 保证债务人不被债券人在美国提起诉讼 从而确保重组方案的可执行性 一位关注恒大债务重组进程的律师 对第一财经表示 境外债务重组方案仅将清盘情形下 依法归属境外债券人的资产 纳入偿债资源范围 不涉及区别对待境内外债券人的问题 纽约法院仅对重组协议安排 是否可以在美国获得认可进行审理 并不对重组方案内容进行评述 也不存在区别对待境内外债券人权益的问题 那这个对境内债券人影响有多大呢? 有券商从业人士认为 恒大在美申请认可程序 对境内债务处置和保交楼工作影响有限 境外债务重组相关主体多注册在境外 本身不是境内债券发言人 于境内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多层股权间隔 相关重组安排不会影响境内人民法院 对境内经营主体所设案件的管辖权 即使美国法院最终未认可债务重整程序 境外债券人申请执行境外重组主体 直接持有我国境内资产 也需我国人民法院承认美国法院相关判决后才能执行 他认为 另外从司法实践情况看 美国法院在运用公共政策拒绝承认 与协助外国程序方面相对谨慎 一般会对相关重组安排予以承认 因此申请认可程序 预计不会对境内债务处置和保交楼工作造成大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的非常复杂 简单点说 我在前面有一期节目介绍了 大家如果没看过回去看看 就是恒大呀 他为了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 他本来是想是在A股上市的 A股上市那恒大今天不一定倒 当时资本市场对房地产企业关上大门 一刀切 就是谁也别想在A股上市 所以他们为了融资 没有办法跑到香港上市 他跑到香港上市 他就要去在英属威尔津 什么BOI 什么开曼群岛 注册BOI公司 这个BOI公司又到香港去投资 成立叫中国恒大集团 然后中国恒大集团又投资 一个什么地产 一个恒大汽车 一个恒大物业 这个地产公司就跑到内地来投资 叫恒大地产集团 这个恒大地产集团就是注册在广东省 应该是广州市吧 恒大地产集团是恒大在中国境内运营的主体 那这个恒大地产集团跟香港的中国恒大之间没有股权关系 股权是隔离的 它是通过协议控制 这不叫BOI架构吗 都没有股权 当然也可能有股权 这是两种情况 一般的是BOI架构没有股权 但是房地产行业就特殊 就是容许外资进入 那就它就可以直接吃股 吃一部分股份 这个大家自己可以感兴趣查 但是这个都不影响法律处置 那好了 美元债的债券人 债务人是香港的中国恒大 境内债的债务人是境内的什么恒大地产集团 甚至是他在什么南京啊 或者西安 设立的恒大的子公司 孙公司 他去接债贷款 就是境内的债券和那个债务贷款 是由境内的主体来承担的 应该这么理解 境外的债是由香港这个恒大集团承担 本身就是隔离的 我们看到怎么说的 他说境外债务重组相关主体 多数注册在境外 本身不是境内债券发言人 于境内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多层股权间隔 相关重组安排不会影响境内人民法院 对境内经营主体所设案件的管辖权 该人士提出啊 美元债在法律受传上具有劣后性质 需要以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应对美元债务违约风险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房企长债迅速为消费型购房者建筑工程价款 担保债权、普通债权、股权 实际上就是先债后股 那先债里面呢 又是这个业主啊 债权排在第一位 第二位的是叫建筑工程款 第三位的是普通债权 把这债都还完了 剩下的钱是股东的 那你境内的这些尸体啊 你把这个保教楼保完 你把欠的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付完 你把员工的工资发完 你剩下还有钱的话 那个才是股东的钱 按股东的比例分 这个钱你才能分到香港去 那你说你境内都摆完了 你还有钱分吗 都没了 然后你这个钱分的都是零了 所以说对境外债来说 他只控制这个香港上市的三个壳 那个三个壳知道多少钱 那就是他们的 他们看是怎么分吧 一个是恒大汽车 一个是恒大物业 一个是中国恒大 对吧 咱们一直在说你境内的资产 跟他们没关系 老有人说这个许老板 把境内资产能转移到国外去 这个挺难的 就是我一直说啊 就是恒大爆雷以前 它是可以做到 那个那你就找监管去了 你恒大这么大一笔钱 许老板把它转到国外去了 你怎么监管呢 对吧 普通人五万美金 你这样整出去都难 那许老板他怎么能整五百亿出去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你不能怪许老板 你都怪监管 你怎么会这么大漏洞啊 恒大爆雷以后啊 他一分钱都装不出去 他境内所有的资产都被人看死了 那地方政府保交楼 那地方那个叫住建局啊 专班人家背着责任的 他保交楼打着探照灯啊 拿着放大金啊 找恒大的资产 境内的资产 找到就把它扣下 人家还不容法院 人家直接给你扣了 然后用来保交楼啊 对吧 你说那个恒大所持有的圣津银行 早就被那个沈阳国资委给他划了走了 他也不划了走 沈阳国资委就亏大了 那你看恒大欠圣津银行钱 好像三百多亿吧 对吧 还有那个恒大人寿啊 被深圳国资委给他划了走了 恒大的这个 在广州的足球场 被广州国资委给他划了走了 这些债权人都盯着的 你还转移 你拿什么万处转移啊 裤衩子都转移不出去 债权人盯得死死的 然后这个是还是国资委啊 那还有那私人的债权人 对吧 什么建筑公司啊 还有那些什么 上市公司啊 恒大欠那钱啊 他不到处让律师 或者让法院查恒大的财产 全部能查封的是查封 能冻结的冻结 一个是政府盯着恒大 一个是法院盯着恒大 他说大规模的转移资产 这是不可能的 大规模转移资产 只可能发生在爆雷以前 所以你要问我 说许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 我也不知道 他转移的是爆雷以前的 爆雷以后转不了 爆雷以前没人看着他 只有外管局看着他 在主流美元债发行方式下 境内房企只有在偿还全部债务 且任由盈余的情况下 才能以剩余股权形式 归还境外控制人债务 由于法律受传劣后的性质 出险的国内房企美元债 有明显的高收益 高风险特征 甚至具有国外垃圾债的性质 相关投资者对此应有清晰预期 此外 有律师表示 在申请认可程序中 纽约法院主要进行刑事审查 要求提供境外法院对于破产 或重组案件审理的司法文件 相关案例中企业提供的资料 主要是上市公司披露的经营及债务信息 重组展期方案 表决情况和法院裁定等范围尤线 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披露恒大在国内资产具体情况 他只能披露恒大在香港上市公司 他那个报表是合并报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恒大在国内资产线索 美国法院是不掌握的 他不可能知道 就是知道他也没办法 所以说这是两码事 所以有人造谣说什么 许老板先把股权变债权 然后到了美元债 然后变成美元债优先授产 这些东西都是许老板掌控的情况 就是许老板还有权力 恒大还正常 那么他这个操作在理论上才成立 现在许老板说话的不算数了 他签字该章都是对吧 都是按照指定的指示来签字该章 旅行和程序他都没权力固制 债务充足本身就是把债变股 你千因就是千万百计的把你的股变成债 变成债权人就是受传的顺数靠前 然后债务充足是把你债又变成股 你又千因万股的往前提了一个 现在又往回倒 你看许老板做的是不是这个 债务充足就是把债变股 那他不是猪篮大水一场空吗 所以说许老板什么把股变债为了逃避 这都是异想的 绝对是异想 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在网上比较流行 大家喜欢看 所以我一直说 对这些房地产老板来说 他现在只有老老实实保教楼 就这么一条路 其他的你现在做什么都晚了 只做这一个是对的 把国外的钱拿回来保教楼 这个是唯一可行的自救的一条路 其他的什么转易财产 什么离婚 什么这个那个都没用 那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文章 也就算把这个到美国圣经 铺上保护这事情就说清楚了 这个不是为许家印洗地 这许家印罪肝万死 他该担什么责担什么责任 但是没有必要给他泼自安水 因为你要是质疑 他是在干涉保教楼 他是在破坏保教楼 这很多人傻子还不懂 跟他后面叫好 这就和鲁迅笔下的那些 看客啊 拿着馒头啊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第一财经啊 他采访这些专家 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 受益啊 来辟谣 原因爆雷之前 如果有转移财产的行为 那他得把它拿回来 如果不拿回来 他这一辈子好不了 牢房 牢底要坐穿 我们再看这个中止研究院呢 他今天公布了这个 节假日楼市关键数据 从10月1号到7号啊 这7天 一线同市城市啊 同比涨了62% 这个一线城市涨62% 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靠上海 因为上海涨了 北京和深圳都熄火了 二线城市 那就非常难看 整体下滑14% 这里面表现亮眼的就是武汉 苏州青岛 就是还可以 其他的就是 下滑非常厉害 连这个 网红城市杭州啊 都很拉胯 合肥 宁波 出现腰斩情况 那三四间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国进节啊 对楼市来说 可以说是冬天 提前到了 经济观察报啊 今天刊登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 双节楼市县良益 政策调整有策略 他这么说的啊 他是10月6号啊 这个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测算 2023年中秋 国庆双节假期 国内出游人数啊 收入等均大幅增长啊 具体的咱就不说了 总之旅游这个 显得很火热 但是呢 和楼市无关 在金九银石这一传统销售万计 叠加8至9月 各类调控政策的放松 部分开发商 把这个超长环金州 视作年内冲刺业绩 最后希望 没想到开局平淡 第三方机构 克尔瑞和中止研究院 分别公布了双节楼市报告 虽然在监控城市数量 同环比 口径等维度上都有差异 但整体的成交 同比环比数据均为下跌 克尔瑞监测了42个重点城市 成交备案数据 双节期间 累计成交 167万平方米 较2023年9月 日均降幅达到52% 于今年五一假期相比 跌幅也达到了11% 科尔瑞同时也结合了认购数据 结果显示22个城市 成交环比下降31% 同比下降23% 中止研究院数据也显示 35个热点城市 日均成交面积 较2022年国庆节假期 以及2019年同期下降两成左右 你看不管哪个机构给出数据 都是下降 有的降得多 有的降得少 那是口径和城市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国庆节 没有判来这么饮食 反而判来的是寒冬 提前到来了 说多数城市维持低位 部分城市因城市时 等不到靴子落地 进入政策真空期 一位套普时房企 北京区域营销负责人透露 其监测到多个核心去改善 进交成熟区首制或首改项目 双结期间成交额 较9月1日取消任房不仁贷 新政首周下降6到7成 下降了60% 相当于新政首周的3到4成 有项目甚至达不到7、8月数据 他原本以为 今年7、8月已是年内 北京市最低股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10月份比7、8月还要低 该营销负责人 对北京10月楼市的良意 感到了意外 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消费乏力 对未来收入没有信心 其次才是政策 你看这个消费乏力 对未来收入没有信心 其次才是政策 这个咱们每次节目都要念到一遍 韭菜没信心 韭菜收入下降 7到8月时还没有要翻开现购的小道消息 现在想买房的客户更不着急了 他们坚信一定会有进一步的政策利好出来 你看即便还有这个购房需求的 现在也是在观望了 条件反射 他认为你救市不是没效果吗 没效果你这还得出政策 所以后面还有利好 等着 自9月以来 已由沈阳、南京、兰州、济南、福州、合肥、郑州、武汉等8座省会城市 全面取消限购 另由西安、广州、长沙、太原、成都、杭州等7座省会城市 调整了限购政策 实际上上面这些城市就相当于全部放弃了 限购都放开了 即便有些没有全部放开的 实际上它也相当于放开了 你只要想买房 它总有办法帮你绕过去 只要你有诚意 9月20日广州打响一线城市放松限购的第一枪 截至10月8日 北京、上海、深圳暂未调整相关政策 一位新一线城市官员透露 目前还有空间放松或放开限购的一二线城市 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像无锡、武汉、南京、郑州一样全面放开 或者按照环线圈层划分 放开非核心区的限购 另一种是像苏州、成都、厦门等城市 除了放开郊区限购 还对核心区大户型差异化取消限购 放开哪个闸能释放特定人群的购买力 改新一线城市官员透露其所在城市 不日将公布新政 明确鼓励有钱人去买房 让改善高端归改善高端 手套刚需归手套刚需 有松有宝 房子是资产更是债务 债务是刚性的 不会随着房价下跌而消失 现在应该淡化购房 至少不鼓励 不鼓吹楼市奇迹 不是让一众普通家庭在下行周期 加杠杆买房 而应该解开对有余钱居民购买改善 高端项目的限制 实际上这个新一线城市大概是杭州吧 除了杭州还有谁呢 其他的城市就是放开 该放开的都放开了 也就是杭州还没全部放开 或者是成都 首先一个啊 我认为啊 你这个时候杭州和成都都放开 意义都不大了 对吧 你要是半年前放开 那还有用 你就是放开很多人也愿意等 都在等下一个政策 还有一个他说的 也是咱们经常念叨的 就是房子是资产 也是负债 这个债务是刚性的 那资产价格会涨会跌 但是那个债务它是不会跌的 所以当你的资产下跌的时候 债务它不跌 这个时候谁的杠杆高 谁倒霉 所以经济不好的时候 一般的不鼓励普通家庭去负债 因为你这个时候负债是加剧你 这个叫财务恶化 这个思路是对的 就是鼓励那些有钱人去买 对吧 你又不用负债 你有的是钱 去那个核心区 对吧 豪宅买一套 多买几套 因为它不需要加杠杆 它有的是钱 就不能再去鼓励 或者是刺激 普通的家庭 跑去加杠杆 去买什么改善型房子 或者核心区房子 因为它承受不了波动 那房价再跌个20% 它就破产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